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非常歡迎各位到風險中心所辦的 我們這個新書發表會的第二場在台北 我們之前還有在台南 就上一週還有在台東有一次 我們下一週會在台中 這本書跟我們中心 我們其實每年大概會出一本 不過我們也沒有出太多本 因為我們中心成立沒有很久 那這也是我們的使命之一 那我們的使命 因為我們在台大裡面 不過大家知道在台大裡面 會有主要工作在研究工作 但是我們這個中心 還有很多看到現場的同仁 然後我們對於改變社會 然後對於參與社會都非常有興趣 我相信這也是台大一個重要的 想要改變的其中一點 那我們一直很喜歡這一個場地 大家看到這一個場地的 其實沒有圍牆跟市區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學校跟市區結合在一起 一直以來都會有兩個很難溝通的地方 那這有點像是我們這本書 想要在能源看起來很技術 但是我們又是傳社會科學 因為我們像有關係 因為每個人每天都會使用那個 那我們一直想要做一個交流的工作 那交流的工作其實不容易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學校 我們都會自問說 我們在學校待了那麼久 我們到底對於對面 就是過了辛亥路之後 大家都知道這過去就有修理鞋子 然後修理腳踏車或機車 那我們的知識真的就只限於 在學院裡面的知識嗎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在地技術 我們是不是夠了解 我們多久在象牙塔裡面 或是在學校裡面 多久沒有跟一般潮流 那當然我們一方面也會擔心 擔心說我們對面的四名朋友 他們真的會看 譬如說我們寫的學術報告嗎 或是我們學術論文嗎 這也是我們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像這一本書 前面我們其實在 如果是有學術訓練的朋友們 可以看到我們沒有用太多的夾注 我們有Food Note 但是沒有很多的Signation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有關心到 如果有想進一步了解的話 在書的最後面 reference是很齊全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綜合兩個 不干擾讀者順暢的閱讀 通俗的閱讀 然後快速的閱讀 但是如果想要了解進一步的話 後面的reference 我們沒有把握就是非常齊全 剛剛代老師還問說 我們資料看起來都update很快 沒有錯 我們其實 六月初的時候 我們update到五月的最後一天 就是五月最後一天的 update的資料都還在上面 好 那我就廢話不做說 因為今天主角不是我 那我們今天最開始是有兩位 我們中心的年輕的夥伴同仁 他們就是撰寫這一本書 八個故事裡面的兩個故事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彈空 那我們也很榮幸的邀請到 這兩個故事裡面重要的報導人 重要的受訪者 那有西南大學的戴老師 然後還有中研院的陳老師 那還有我們荒野協會 嘉義分會的許會長 那待會他們每一個人呢 也會帶我們 他們今天帶了非常棒的資料 我對我看過他們的slide 文圖兵貌 然後資訊很充足 那我們最後希望 在緊迫時間當中 有很多的互動 然後激起一些火花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就把時間先交給我們的 中心第一個撰寫故事 就是劉怡婷 有研究員 哈囉 大家好 我原本不緊張 但是現在上來非常的緊張 那如果等一下有很陡的狀況 請大家見諒一下 那大家好 我是風險中心的助理研究員 我叫劉怡婷 那目前呢 在中心負責的研究領域呢 是空氣污染的相關研究 那在一開始之前呢 想要來做個最近非常紅的 就是初選的民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到民調電話 那我想先問一下大家說 那今天會來參加這場活動呢 是因為本身對空氣污染就有關注 或是有興趣的朋友 幫我舉個手一下好嗎 好 還是 還是有為了那個活動的那個 學習卡的同學 還是因為 是因為有親友威脅力又之下 而必須出席這場座談會的朋友 也幫我舉個手 好好好 也是蠻多的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不管是本身就有接觸到空污的 的議題 或者是今天第一次接觸到 空污的 空污這方面的一些資訊的朋友 不管怎麼樣 就是在今天晚上 才是真正的搶救藍天 OK 好 那言歸正傳呢 就是我在碩士班時期 因為撰寫學位論文 然後就一頭栽入了 空氣污染這個研究領域裡面 對 那 近年來的空污問題呢 在台灣社會的關注 還有討論非常高 那我想這也是無庸置疑的 那特別呢 在這本新書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當中的 故事編排上面 在第一個故事的主題呢 也是在能源轉型這個領域當中 也是民眾感受到最強烈 也最直接的 就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那特別呢 在文章裡面 我負責撰寫的名稱 叫做《自己的空氣 自己救》 那分別呢 去採訪到了 雞肉飯的故鄉嘉義市 還有好山好水的南投普里鎮 然後分別採訪了在地的醫生 還有地方媽媽們 怎麼樣去積極地進行反空污的行動 還有怎麼樣努力地找回乾淨空氣的 乾淨空氣呼吸權力的個案的故事 這樣子 好 那首先呢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要講到就是嘉義市 我本身是嘉義市人 有嘉義市人嗎 可以幫我舉個手一下 好 然後 OK 那 我還記得去年去做訪談的時候的時間點 是落在去年的1.124的九合一大選 就是高雄發大才當選那個大選 對 反正就剛好安排回家投票 然後 同時也採訪到我們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的 劉毅德副秘書長 那他目前是任職於在台灣在宅醫療協會的副執行長 對 那他 我跟他持續都有在空屋上保持聯絡 那我跟他就是通知說我們新書上市的時候呢 他就特別在粉絲專頁流了一段話 我覺得非常的touch my heart 然後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就是我跟他的訪談啊 能夠讓嘉義市的反空屋故事 透過我的文字紀錄被保留下來 那也能夠讓嘉義市這個地方 在台灣整個反空屋運動的歷史軌跡上 有特殊的光譜 那 就是一起關心家鄉的空氣 那也期許家鄉的空氣能夠越來越好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感... 有點感觸啦 對 那也是我自己每次就是回家 或者是在空屋這個議題上面 自己跟家鄉的一個連結這樣 對 那今天呢也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 當時的嘉義跟嘉義社區意料發展協會一起奮鬥 空屋的荒野保護協會的嘉義分會的許前會長到場 那待會可以請他再來補充還有分享 補充還有分享更多當時參與的一個反空屋的狀況還有細節這樣子 對 那回到嘉義市的反空屋故事呢 我們可以從就是一般在平常不過的醫生看診的診間出發 那原本呢還在嘉義診所服務的余上如醫師 還有當時還是診所經理的尤醫的副秘書長呢 他們兩個人就是發現說 欸為什麼在某些特定的時間就是過敏的患者就是增加 就是過多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很好奇 然後就開始去找了一些相關資料想要找到原因是什麼 那他們就發現說 原來就是透過一些資料搜集嘛 Google啊然後一些關鍵字就找到了 就是空屋跟PM2.5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那他們兩個人呢原本就是在社區做例行的公共衛生教育的服務這樣子 那他們就獲得這樣子的空屋的資訊之後 就把這樣子的觀念呢就帶入了他們例行的公衛的教育裡面 然後去提倡市民去認識到空氣污染 以及怎麼樣去做健康上的防護 包括去認識所有的口罩 就是各個細節的口罩的一個防護的程度到哪裡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當時的我們嘉義市市長圖醒澤 本身也是公衛背景出身的 那他在2014年選舉的時候 也就非常重視空屋的問題 所以在一上任之後呢就跟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 一起就是做了蠻多的事情 包括像是培育空屋講師 還有申請校園空屋期 對 然後 那協會呢他協會本身呢希望就是不想要透過就是上街去抗議 或者是反空屋這樣子 他們希望能夠實際的跟市政府合作 然後達到實際就是監督的一個效果 那之後呢就是他們也成立了 在嘉義市政府也成立了空屋防治委員會 那就會定期的去開會 然後檢討在地空屋的狀況 那除了就是希望能夠讓市政府去正視空屋氣污染這個問題之外呢 也透過這樣子的進入體制內 讓實際能夠去討論在地的污染狀況 然後進而改善空氣污染 那這個是在嘉義市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再往北漂一點到中部地區 就是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市南投普里鎮 那在普里鎮的反空屋故事呢 是由一群就是地方媽媽們組成的 那他們原本是在國小去講一些故事啊 然後或是小朋友下課之間彼此就閒聊到說 我發現就是最近埔里的空屋不太好喔這樣子 那其實埔里的空屋狀況呢 它本身是沒有大型的污染源所在 那也沒有被火力發電廠包圍 但是呢其實它的空屋狀況呢跟嘉義是蠻像的 像是都有在地的民俗活動啊 燒蝦啊 燒金子等等 還有焚燒那個腳白順殼的習慣 以及其實還有一份委託的計劃研究裡面指出 有50%以上的污染源是來自鎮上的交通而造成的 那這群埔里媽媽們認為說 應該是要去看自己在地的污染的一個情形 那比起遠在比如說中部的台中火力發電廠 或者是六清 那應該從自身做起這樣子 然後於是呢他們就開始進行了一連串的環境教育宣導 實際進入到校園裡面 那之後呢也成立了普利PM2.5的 PM2.5自救會 那也成立了粉絲專業 那這個粉絲專業呢到現在還是有持續在運作當中 那粉絲業呢就提供了民眾即使的當地的空污狀況 或者是民眾也可以去留言 反應哪邊有空污的問題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條線呢就是環境監測的部分 那今天一樣也非常高興的邀請到 我們就是近南大學的戴榮富老師 對 那戴老師呢就是算是在地的空污監測的推手這樣 對 那根據我當時呢訪談自救會成員呢 就是描述戴老師怎麼樣促成就是在地的空污監測呢 就是戴老師好像是也是收到了自救會的傳單 然後發現在地空污的問題和情形 然後就結合了物聯網 本身物聯網的專業 然後實際去測 然後做那個空污微型感測器 去偵測社區的污染源在哪裡這樣子 那就在測試了很多的微型感測器之後 剛好某一天那個環保署到近南大學開會 那戴老師呢就被邀請到那個會議上面 去分享微型感測器這樣子 那環保署呢就認為說 這個計畫是可行的喔 對 然後 就之後呢跟戴老師合作 在埔里呢就廣佈了大概33個左右的微型感測器 然後分別設點在商家 學校還有住家這樣 然後就提醒民眾自己生活周遭的一個空污狀況這樣 對 那 總歸來說呢 埔里的反空污行動呢就是希望能夠喚起 就是在地居民去正視自己的污染所在 然後怎麼樣去做改善這樣 對 那這也是一開始這群地方媽媽們的一開始的初衷這樣 好 那最後呢就是總結一下嘉義跟埔里這兩個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呢就是他們有別於就比如說像 中南部的一些縣市像台中或是高雄 他們本身就是有大型污染源所在的地方 那他們污染的一些報道或是市跡就很常會被看見 那像是埔里啊或者是嘉義呢就比較少被人家提及 然後看見這樣 那也希望透過這篇文章的撰寫呢能夠讓 讓這些就是本身沒有污染源的縣市 但卻一樣有空污問題的地方呢能夠讓更多人知道 那最後呢在目前的現況呢就是嘉義 嘉義醫療發展協會呢就是實際進入了市政府體制內 然後常態化然後例行化的去監督就是 監督地方政府的一些空污作為 那因為他們就是之後 目前呢就是轉往其他的議題去努力了 那他們認為他們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然後也讓嘉義的空污能夠就是例行的運作了 那最後呢在埔里的地方呢 我看到的一個精神是說 其實這些毛毛們告訴我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會認為說其實與其去要求其他 臨近的縣市的污染去做改善 但其實呢你應該從自身的改善做起 你才有條件去要求別人一起跟你改進 對那這個是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個精神指標 對那最後呢就是 這是我針對我文章的一些簡單的描述 那其實在書裡面還有更多精彩的行動故事 那大家歡迎參考選購這樣子 對那我先講到這邊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另外一個chapter的作者施毫 他是有關空氣核子啊 然後科技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我們就請施毫 謝謝 謝謝國會老師 那謝謝今天有關心空氣污染議題的各位朋友 那我是鄭士豪 我是政治大學社會系的研究生 那我其實一開始我大學就讀的是化學工程領域 那因為一些的社會議題 所以最後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跨到了社會學來做跨領域的研究 那在很多的議題當中 我個人感受最強力的是空氣污染的議題 那不只是因為在這十年空氣污染 它從一個小眾的議題到變成一個大眾的議題 那也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其實就有過敏性鼻炎的問題 那我又是一個台南人 所以我人生當中 前面的二十年 基本上就是不斷地在很容易過敏的日子當中度過 我甚至可以就是 我只要到當天的中午之前 我的鼻子開始發作 我大概就可以猜得到 那一天的空氣品質大概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我還有想說嘗試一下 就是我能不能甚至去區分說 當天到底是紅色還是橘色還是黃色 但是這有點困難 我頂多只能感受到今天是紅色以上的程度而已 那我想各位在面對到 不管是哪一項社會議題 不管是空氣污染 不管是食安 不管是例如說像是最近很紅的農地 大家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我自己一個普通的小市民 那我沒有特別的團體 我沒有特別的背景勢力 我沒有特別的什麼一個東西 那我到底是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會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是說我們在面對一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會膽怯或者是我們會卻步很多時候 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所謂的專業 或者是一個很硬的專業 例如說我今天如果我有一個什麼什麼的博士 那我或許就會很願意地去針對某項項議題去提出我的看法 但因為大部分的人應該都不是博士 畢竟我們目前沒有到博士滿街跑的程度 那所以我們就會覺得有點卻步說 我們是不是其實我們不適合對這個議題去做發聲 不適合去評論這個議題 那特別是現在網路世代會不會 特別是現在是網路世代的話 我們會不會就是發一個議題 那可能有些網友來留言 我們就覺得好像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那其實我覺得是並不一定 因為首先是沒有一個人他可以永遠是每一個領域的專家 那難道我們就是只能在某一個領域說話嗎 但當然很明顯也不見得嘛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跟你說他是 比如說說什麼他是金融的專家 又是經濟的專家 又是資訊科學的專家 又是什麼比特幣的專家 那最大可能是他可能是詐騙 就是某一種詐騙 因為不太可能現實生活中 你不太可能你是每一個領域的專家 那還剛好每個領域你都可以說得上話 你都非常的專精這樣 但是我覺得相對的反過來說 正因為每個人 其實都不是某個領域的專家 代表每個人其實都有潛力去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 就以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來說好了 它裡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層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角度 可以去談空氣污染的議題 例如說流行病學 例如說公共衛生 例如說法學 例如說一直到像是林志老師 還有榮富老師他們的資訊科學 其實都是有辦法去做出一些貢獻的 那這個貢獻不論是很大或很小 它其實都可以是很扎扎實實的一個貢獻 所以像是林志老師 他就是找到一個非常特別的突破口 林志老師本身是資訊科學 那他一開始不是做空氣污染的專家 他也沒有特別空氣污染相關的學位 但他找到一個特別的突破口 也就是在書中以及等下林志老師應該會跟我們介紹更多的空氣盒子 一個大概跟大家家裡電視的機上盒 或者是網路路由器差不多大小 也跟我們今天這本書差不多大小一個盒子 那它裡面搭載了一些針對 例如說PM2.5 例如說CO2 一些感測器 那我們就可以很即時的知道 例如說像這個會議室裡面的空氣品質狀況 那一些物質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那我們再把它連上網路 那透過即時的更新 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空氣地圖 就是由所有每一個參加的人 例如說我今天我貢獻了一個 在台大這邊的一個空氣盒子的一個資訊 那在別的地方 例如說在台北車站那邊有人也貢獻了 他的一個空氣盒子的資訊 這些所有所有的資訊匯集起來 都成為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地圖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當下在現在最即時的 不同地方的空氣品質 到底是怎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步 那這個進步不是來源於一個 原本傳統上空氣污染的領域 所做出來的貢獻 但是這是一個其實非常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貢獻 那在這個書的故事當中 在拜訪陳寗志老師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了這個空氣盒子 它一開始在實驗室裡面 一個實驗性質的產物 那後來它透過了社群的力量 它跨到了民間 那之後它從一個原本不到百人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類似實驗性的計劃的一個物品 它變成了一個有破千人參與的一個非常大的計劃 所以現在如果你去打開所謂的空氣盒子 空氣品質地圖 你可以看到全台灣是有超過千個的點 幾乎整個台灣都有覆蓋在裡面 那目前也持續一直在增加 那這個一起跟林志老師一起參與這個推廣 一起發展這個社群叫Lars 那Lars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社群 它們其實起源於就是Maker運動 就是俗稱的製造者運動 大家或許這些年有聽過一些 例如說3D列印等等的一些名詞 那這個都是起源於同樣這個運動 它主打的就是 現代的人我們可以用自己去想辦法摸索出一些新的工具 來去解決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其實像是最近也很紅的也是農地的問題 那大家如果有看一些影片 大家就教你如何去 例如說看到更多農地的問題 你可以去做一些舉報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很符合製造者精神的一個東西 那我個人覺得林志老師跟Lars這個社群 之所以他們可以合作 並不只是單純的機緣巧合 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這個大數據這種方式的精神 跟製造者運動跟Maker運動那種開源的精神 其實是可以相符合的 也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我們建立起了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其實是很開放的 它可以讓更多人一起進來協作 更多人一起進來參與 那每個參與的人 他是參與者 那他其實也是一個摸索者 那如果他摸索得成功 那他甚至也可以是一個研發者 就讓大家在使用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用著用著 你可能就會找到一些自己可以發現可以改善的地方 自己可以改進的地方 自己可以去把它優化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如果是一個人兩個人 那大家能想到的東西其實就很有限 但今天如果我們是很開放的 我們開放到像是千人 超過一千個人都會來參與的時候 每天只要有一個人想到一個可以優化的地方 其實一整年下來 你就可以發現你有好多好多可以優化的地方 就可以進行一個嘗試 那我覺得這是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特別是在現代社會 因為我們發現了現代社會有很多東西 它的門檻好像很高 我們好像需要某個專業 那我們就很容易卻步 但是像這樣子的方式 你會發現說其實你可以去參與 然後在過程當中一步一步的累積 那其實你就有辦法逐步逐步的學習 然後成長 然後甚至是你可以跨過原本的那個門檻高牆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更多詳細的資訊 我想等一下林志老師一定還有很多更多的訊息可以帶來給我們 那所以我最後想講就是 或許就是今天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去了解一下 更多關於空氣核子的訊息 可以去加入這個社群或者是報名工作方 還有報名或者是其他相關的活動 讓自己你也可以成為一個是摸索者 你也可以是使用者 你也可以是一個資訊的分享者 你還或許還有更多的可能 那你可能是可以做到 那也可以給其他的人 其他參與的人帶來一些啟發 我覺得這是現代社會最需要 而且或許也最合適的一種解決方式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師傅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荒野嘉義峰會的許會長跟我們分享 謝謝 我應該可以在這邊講 因為我這邊可以看到倒數幾分鐘 對 大家晚安 執行長 引言人 跟兩位語台人跟宿的大家 大家好 晚安 我是嘉義荒野的樹貞 我自然名是葉母丹 那我今天很榮幸可以來到這邊 可以跟大家分享嘉義搶救藍天的故事 那在講這個故事之前呢 我先對這個主題 因為我在準備這個 pawpoint的時候就被挑戰了 因為我老公他剛好也是學資訊科學的 他在教書 他就跟我講 星火燎原 他一天就跟PM2.5有關 就馬上把我打一巴掌 然後我說 星火燎原是帶動大家 就是小小的火光呢 也可以帶動大家全民的參與 這樣子 那 所以就是我在準備PPT的時候 很直覺的講到星火燎原 就跟我們的空屋是有關係的 好 那講到嘉義荒野跟 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 一起在做反空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這幾個社團 第一個就是剛剛作者講到的 余上如醫師跟劉毅德醫師 談到的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 那因為他們是有醫師的專業背景 所以由他們先提出 嘉義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有沒有興趣 一起來關注 一起來推 一起來努力 看有沒有辦法做改善 然後我們嘉義荒野呢 因為嘉義荒野的會員數會 就是我們是以親子為主 然後會員數也會比 其他協會稍微多一點 所以我們會有比較多的人員 可以實際參與荒野講師的培訓這樣子 然後導呼菜獎跟台灣圖書士 都是在嘉義很有power的一個 年輕的社團 然後他們大概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導呼菜獎的思涵跟敏華 他們就是成立一個叫做翻轉嘉義工作團隊 那所以他們也就是很一不容辭的就加入了 反空物的這個團隊裡面 那台灣圖書士呢 他的背景是一個醫生 然後很關注公共議題 然後他們一聽到空物的部分 所以他們也決定要加入 看可以為嘉義的空物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在這些人員參與之後呢 我們就決定要定調 我們到底要很柔性的說 空物對人不好喔 我們要自己默默的戴上口罩 然後默默的走去群眾 然後告訴大家 還是我們要提供一個比較聳動性的議題 那聳動性議題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共鳴 所以我們就定調 我們嘉義是整個在推PM2.5 叫做空襲警報 那空襲警報一聽到這個部分 大家就知道空襲警報是嚴重的事情 你要好好的嚴加的防護 那在2015年我們就在做反空襲遊行 那就是當初遊行的一些照片 那其實在當初在辦理這個遊行的時候 我們剛剛看到第一張投影片 我們就開始想說 我們需不需要讓政治人物進來 因為會很怪 張浩冠縣長是當時的嘉義縣的縣長 然後圖市長也是當時現任的嘉義市市長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在整個公共政策中 來提出來改善嘉義市的空襲 變成是站在群眾的這一面 然後來加入反空襲的行列 所以其實我們針對這個問題思考了很久 那最後我們決定呢 其實只要你是關心空襲的 不管是運用公共的力量 不管是運用民間的力量 我們覺得對的事情 越多人參與越好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 誒 政治人物他們想來就來吧 就來吧 多一份力量 對反空襲是多一件好事 那在反空遊行之後 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街頭上用大聲工 用廣播器 跟市民宣導空襲對人體有哪些影響的時候 其實他們接收到的訊息是片段的 是可能是10秒鐘 20秒鐘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遊行嘛 就走過去然後講這些宣傳講這些口號 然後其實他們只知道有這件事情 可是對人體到底有哪些危害 對我們國家的未來有哪些危害 他們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做空襲獅師培訓 那空襲獅師培訓有一個好處 我可以跟你要個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然後你可以幫我找一群人來 我們一起來談空襲 告訴你空氣污染發生的哪 空氣對於人體發生哪些事情 所以就開始了我們第一期的空襲獅師的訓練 好我了解 我會盡快 然後在獅師培訓完之後呢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去做自行車環島 荒野在全台總共有11個分會 所以我們先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用自行車環島去各個分會 我們自己同溫層的人先去宣導 空襲這件事情很可怕很嚴重 需要大家一起來投入 好這是當初我們環島反空襲的一個照片 那在做這些之後呢 我們會發覺我們之前講的 我們去荒野的據點 雖然是全省 可是還是在同溫層 我們覺得空很嚴重 還是我跟你之間在說的事情 因為我們在去推廣演講的時候 常常會有民眾告訴我說 你這些理念很好 你這些觀念很好 可是你不要對我講 請你去對這些專家學者 上層制定政策的人說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觀在同溫層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 再擴大我們衛教的場域 就包含學校啦 廟口啦 那個大廟店 前面我們也可以去講 反正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想要讓更多人知道空污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們辦了進階訓 因為我們發覺 很多群眾挑戰的專業性的問題 我們需要比如說葉光彤醫師 那這一場很有意思 就是他們有四根造型 這個造型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的四根煙囪 然後我們就是跟他說 這四根煙囪真的很可怕 好 那在講四根煙囪很可怕的同時 其實雲林發生了一件事情 它要放寬那個進煤條例 就是說它可以允許燃燒生煤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生煤這個名字 它等於是一個化學燃料的一個下角物 然後它某大公司就利用這個下角物 然後再去燃燒發電 可以做發電的需求 那其實這個污染是更可怕更嚴重的 好 所以呢我們在2017年 我們就發揮我們的專長去找小朋友 我們荒野很喜歡用小朋友 小學生來做訴求 然後經由小學生回去告訴家長 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在2017年辦理的清新 所以呢其實在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大概陸陸續續無所不用其極 戲劇啦演出啦什麼啦 來做空物的宣廣 然後後來我們發覺 好像這幾年大家對於空物有一點有感了 那我們發覺我們台灣的電力大概百分之九十八 是從國外進口 所以我們決定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去培訓節能行動家 怎麼樣降低能源的使用 然後節能志工去宣導怎麼樣節能 從生活中節能 好的 所以呢我們去阿里山的江陵國小 然後新中國小 然後各地只要有邀約 所以我們就去講節能的這件事情 然後呢我們也去推屋頂型的太陽能光電 那其實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發覺空氣污染的問題 所以我們決定要降低能源的使用 可以減少部分的空氣污染 所以這是我們實際的作為 就是屋頂型的太陽能 那今天早上呢 其實 這是今天早上的新聞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台灣的空氣品質標準 其實 我們大概已經落後這些東南亞國家 包含寮國 包含泰國 所以呢 今天的整個的修正草案公廳會 這邊就提出了五個訴求 那其中我覺得大家要關注的就是說 PM2.5 是不是應該加延到WHO建議的 10號科以下 然後還有第五點 我覺得第五點可能是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就是我們衛生 環保署公佈的空品的數值 其實它有加入國家公園策戰的平均值 所以其實它的整個數值是下降的 所以今天我們提出這樣的訴求 然後今天晚上很開心可以看到這麼多人一起來關心我們的空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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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主持人 兩位作者 各位台北夥伴大家好 我是紀安大學指管系大榮副 好 那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到過 這個 不是我要投影 好像沒有 光筆不要浮掉 抱歉 這有光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埔里 埔里旁邊又不是樂壇 有中台禪寺 然後在上去有清淨農場 那埔里就是在這地方 埔里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那大家有看過這種動物嗎 穿山甲 這是我在校園內就遇到的 我在校園走路就遇到穿山甲 所以埔里他很美 然後氣候很好 然後呢這個生態也很多元 多樣性 好 那這個好空氣息努力呢 這是埔里自救會媽媽他們提出來的一個口號 就是 在有一天呢 自救會媽媽他們發現到空氣不好之後 開始 連結起來 開始倡議 開始採取行動 想去扭轉這個情勢 那今天 照理講應該是自救會媽媽要來 因為自救會媽媽都有家庭 那大家也知道埔里到這一趟路真的很遠 那個我下午就出發到這裡都已經晚上了 等一下從這裡回去到埔里又半夜了 所以自救會媽媽晚上都有家庭 那所以我今天其實我是 算是由我來代表 介紹自救會媽媽們給大家認識 那因為我跟自救會媽媽們共識也很久 但是我只能介紹部分我們共識的經驗 因為自救會媽媽們他的活動真的很多 那這裡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雖然都叫做自救會媽媽們 其實裡面也有一些小姐 也有文的學生 所以這個修正一下 不過大家習慣叫自救會媽媽 另外裡面也有先生 也有先生 這個提醒大家一下 那大家如果要看一些相關報導 其實蘋果日報或是這個都報蠻多的 那在2015年4月18日埔里發動第一場空屋遊行 這是應該全台第一場 那時候大家意識到埔里空氣怎麼這麼不好 那很多我們環保的前輩們也進來幫忙 包括葉光彭醫師、楊哲平博士 他們也都進來幫忙 這也很感謝他們 那後來就開始倡議 埔里應該要成立一個空屋政節、空屋防治委員會 那為什麼要這張照片 這個就是自救會媽媽了 那這是埔里的醫師 那這是葉光彭、葉醫師 那這邊就是我們祭大的同仁 那自救會媽媽他們 現在我講的就是我知道了 他們真的做好多事情 無意不予 那自救會媽媽他們也做這些事情 包括成立自救會以外 他們去 像這是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 這個跟大開劇場 還有美國的麵包傀儡劇團 他們辦街頭偶像藝術展 那自救會媽媽也幫忙畫圖 當然季大也動員了很多學生 一起畫圖、一起參與 季大學生蠻熱情的 對社會蠻有理念的 他希望也一起在這個 空屋宣導上盡一份心力 那除了自救會媽媽以外 其實埔里這兩個也是自救會媽媽 這是新故鄉基金會 就是埔里子教堂的 那個新故鄉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那時候就邀請了 麵包傀儡劇團來 然後大家一起辦活動 自救會媽媽也會一起參與 那再來呢 在埔里也辦了這個寺廟論壇 在2016年4月15號 那這個是自救會媽媽 這個也是自救會媽媽 好 那再來就講到我的角色 自救會媽媽做很多 其實我本身所做的研究 我是管理學的 那我所做研究是有關於 用眼球追蹤的技術 就是看你眼睛在看什麼地方 去推論你的腦袋裡 可能在想什麼 用什麼決策 那是我的研究 但是我本身寫程式 是蠻有興趣的 開發系統寫程式 因為我是資管系 所以這算是我的本業 也算蠻有興趣的 那我是無意間收到這個傳單 才知道我們埔里 什麼空氣這麼嚴重 媽媽們真的很用心 又四處發傳單 那個時候呢 其實拿到這張傳單的時候 我也是很困擾 因為我本身研究是做 我剛才講的眼球追蹤 跟決策行為這些 但是埔里 既然大學又有一個獨特的角色 荒原百里內就有一所大學 然後一堆博士養在山上 然後大家可以不吭聲 這個大家 如果台北市有一個臨時什麼情況 需要台大動人 台大可以不吭聲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處境 但是要管這件事情 其實我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也是會是 為了大家參與空屋行動的一個心結 剩五分鐘 時間到時間很咖沒關係 時間很咖 一個心結就是說呢 菩提它是觀光業 房地產業這些 你進去四處講 菩提空氣不好 菩提空氣不好 這個會不會讓一票人不高興 所以管也不是 不管也不是 那後來我決定還是管了 看我能幫什麼忙 當然我專業是不足的 有關PM2.5專業是不足的 這個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補充手禮 這一路走來很多貴人相助 像這個PM2.5的知識 雖然這個不是我的領域 但是當大家知道我在幫忙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學界的前輩 甚至說環團的前輩 甚至說環團的前輩 也都還有環保署的一些專家們 也都有幫忙 跟我講一些知識 像這個楊哲平博士 他就還跟我上過課 那個公式是怎麼算的 然後像那個交大蔡春敬教授 他也跟我上過課 叫我去他研究室 他上了三次課 PM2.5是怎樣 所以剛才會長講了 這個我們胖文自己專業不足 其實我覺得台灣這個社會是不錯的 四處有貴人 當然你真的要好好做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義務幫忙 好 那我就開始 那我提出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就快帶過 就是埔里鎮 埔里本地就是一個環保署監測站 那時候埔里媽媽探想知道的問題是說 我可不可以知道我門口的空氣品質怎樣 那我那時候直覺的想法就說 那我應該建立一個物聯網 讓這個物聯網深入街頭巷尾 就好像我們一個縣有警察局 警察局派出去有很多派出所 派出所在派出去有很多警察鋼燒一樣 讓這些鋼燒進入到街頭巷尾 那能夠進入到街頭巷尾的 應該就是只有微型感測器 你不可能一個環保署監測站 像一個貨櫃那麼大 擺在你家門口 我常常問說那送你要不要 我也不要擺在我家門口 整個路都站滿了 所以我們就是把微型感測器 擺到街頭巷尾去 然後做成各種應用的形式 去協助監測各種空氣品質 那我們在整個開發過程 是自救和媽媽一起參與 我的角色就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系統開發要開發到大家滿意就對了 這進行N次 做N次之後 終於就會大家說應該是可以用 這樣的設備的效能應該是可以用 那再來呢 就到各個國校去布點 就帶著技大學生去布點 所以我相信台大如果動員起來 應該對社會應該有更大的衝擊力道 那後來我們就整個彰化藍頭 這樣整個把它布起來 那這也很感謝環保署經費的支持 好 那我再來講自救媽媽 自救會媽媽做些什麼 譬如說像這裡 在埔里鎮上有幾個監測點 指爆了 那自救會媽媽 她就出動去找監測 是哪裡指爆了 然後呢 我們自救會媽媽 大家一起討論 包括我在內 我們去看這些空氣的變化 去發現結合在地的山川地理知識 我們發現到好像這個 九份二 三到幾幾大山是一個重要分水裡 然後呢 自救會媽媽 就裡面也有爸爸 自救會爸爸 她呢 看到空汙好像這樣飄進來 然後她就去山上拍照 看到真的一層就是空汙這樣進來 好 那我再來就講 後面就是我個人的心得 我個人認為啊 這個P2.5它是衝擊到社會每個環節的 那我個人的態度是這樣 大煙沖要嚴管 中煙沖要嚴管 但是我們民間也是要加油 也是要提升 舉例來說 這個都是我們進出的污染源 好 那我那時候 給自救會媽媽給我啟示 然後我進場之後 這樣次數觀察之後 我個人的感受到就是說 那給我自己的問題是說 我要如何使用微型感測器 加速社會的轉變 好 那我舉例來說好了 最簡單的好 這裡農地燒農廢 然後熏到旁邊的人家 這是我們慣行農法常常看到的情況 那過去呢 農民也不知道說這樣會產生P2.5 甚至會產生戴奧辛 那農家被熏呢 也熏得很困擾 這個就是我講的 他人對於空汙意識沒有建立起來 他直接的意識就是說只有大煙沖 但是不知道我們近處有這麼多的污染源 好 那我們應該要建立怎樣的公民行為呢 就是說像我們做捷運一樣 我們不愛做要禮浪啊 室內常常不能抽煙啊 這些都是我們自動自發能做的 這就叫公民行為 那像這個燒農廢的事情 我自救會媽媽 包括我們常常跟人家溝通 最後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先搬來的 你們不高興你們搬走 最後常常的衝突點會是在這裡啊 所以我們如何從這裡這樣的一個 紛擾的狀態進展到這樣 大家觀念一致的狀態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提出三個訴求 就是我要知道空汙來了 空汙來了我要知道自我保護 然後當我的心患影響到別人的時候 我們要表達千萬跟自我改善 很簡單 那除了以外 那我也是做一些行動感測系的研發 這可以帶著走 也可以放在箱子做實驗給民眾看 帶著走就是說我們結合APP 你可以把各個路徑的空氣品質監測出來 那我們也是帶這樣跟團體一起做很多活動 譬如說我們就是在街頭巷尾走 那就巧遇到人家在燒農廢 這個兩公里遠的農廢 人家在燃燒 飄到我們的面前還有22 227維克的地方米 這是維景感測系車道的數據 這個是自救會媽媽 那自救會媽媽他們也去籌資 那也編排這個邁戈萊爾劇 這個卡通劇 大家可以去看這拍得很好 那我們自救會還有一個學生 他從他大學就參與 一直到他畢業 那我們一起慶祝他畢業了 那普迪還有很多人一起在參與 還在支持這個活動 像普迪孔子廟董事長 黃冠雲董事長 他是中醫師 他長期就一直在支持這樣的行動 那中醫師他認為 宗教是要救世人的 那我們應該要讓 注意地球 環保地球 好 那我這邊是覺得說 志工很重要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本業之外 幫點忙 這就是志工了 那我們怎樣 讓民眾可以真切認識到PM2.5 時間大 我這樣講完就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 我問各位 我如果在這裡燒這樣 一把炒這樣就一把 你認為這PM2.5會是多少 一把稻草 一把稻草加在 大概我拳頭這麼大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認為 大家對於PM2.5沒有那個量感 當你沒有量感的時候 你怎麼改進 譬如說我在這裡點一支箱 你認為這個空間會產生 多少PM2.5 大家也不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 我認為的 大家對於PM2.5沒有真切的認識 所以我們設計這個空氣實驗箱 然後就燒各種東西給大家看 我覺得效果很好 大家都自己嚇一跳 包括我一開始我自己也嚇一跳 我怎麼會是這麼高 我自己也嚇一跳 當你有真切認識的時候 你行為才有改變的力量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要進到空間裡面各處去踏灑去看看 帶來這種行動感受器 是不是去走走看看 你就知道原來這個也會產生污染 這個也會產生污染 這個也會產生污染 你可以提醒自己也可以提醒別人 然後第三個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做思辨 其實很多情況 社會進展到現在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有一點是著視驚非的感覺 過去好像都可以做 到現在什麼都不行了 其實你如果當你仔細去檢視PN2.5的時候 我們生活進出有很多高濃度的PN2.5 這些我們行為都要改變 所以每個人都會被影響到 那我們要不要改變 這是價值論述 大家去思辨 好 快到了 這張蠻重要的 這張蠻重要 大家都常講這有三大污染源 那我們在講這些 這些都是小型污染石占4.9% 像這餐飲業只有10% 然後像農業多低 這個是這張圖 大家都這樣解釋 所以解釋到最後就是說 那我對於空氣的影響很低 大家應該要管大的 事實上 我是認為這張圖的解讀方式應該是這樣 這應該是台灣全部的空氣收集起來之後 餐飲業佔這麼高 但是你如果站在那個排油油油機旁邊 我相信你是百分之百的受那個影響 而不是只有10%而已 然後 好 那最後呢就是說 我也是蠻鼓勵各大學能夠進場協助防治空污的 因為大學它有充沛的人脈 大學也有學工程、學人文的 尤其是我們這場空污的長期的戰爭 我覺得是學人文的會更重要 因為它涉及習慣的改變 一個社會改變的大工程 那我要盡量把觀念變成關鍵多數 讓以後社會自然就會往前走 而不是像現在大家信念還是在動搖中 常常走兩步退三步 好 那我報告到這裡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專員院陳寗智、陳老師 謝謝 我會站在這邊好了 好 那很謝謝這個張老師還有這個團隊 因為我看到書的時候 就覺得哇 天啊 這是我講這些嗎 我覺得整理得好棒 幫我把脈絡都整理得更清楚了 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一樣的那個看法 那那個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這個因為我是排第三個 所以我有些投影片 我就可以直接就跳過去 我想大家都很在意這些空氣污染 因為這些是我們無從選擇的 就是我常在說是 我們每個人可以不換氣憋氣到最多最多 好 三分鐘好了 結果你反而會吸一口更大口的 所以你沒有的選擇 那剛剛這個兩位先進 都有講說他們為什麼會參與這個 就是這個跟空汙議題有相關 那我自己的話 其實很切身的就是我兒子氣喘 好 那我做了這個研究之後 我自己也起船 好 所以我們自己就是也是一個感測器 但是我 我好像沒那麼的那個可以用紅色 當那個就可以去分辨 我的感測器還沒那麼的靈敏 還在學習當中 好 那我們在開始關心空氣之前 我們都一開始都是看環保署側站 可是很顯然我想今天來了 大家也都可以知道說環保署側站 就是一個剛剛說一個貨櫃物大小 然後放在一個蠻高的地方 那跟我們生活的場域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譬如說今天大家在台大這個地方 那離我們最近的環保署側站在哪裡 在古廷國小 第二遠的呢在永和 第三遠的呢好像是在松山 所以這些資料跟我們本身目前現在吸的這一口氣 是有差的 那對於這些敏感族群而言 那像以我兒子為例的話 之前只要待下去這個拜拜的地方 他只要接近待個不用五分鐘 他馬上就是眼淚就狂流 然後就開始咳嗽就很嚴重 所以就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微型的感測器 然後可以馬上就能夠發出一些警報 所以當初其實想法就是 我想要能夠知道當下的一個環境的空氣品質 所以我們的做法其實 既然說大家都有這麼的關心這個空氣品質 那我們本身是資訊背景的人 那資訊背景的人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學了這麼多資訊的東西 然後電子 台灣電子業又這麼的強 那你其實隨便抓一個 就是台灣在電子業服務的人 你跟他講一個問題 他都跟你說絕對都做得到 台灣的這個電子產太強了 什麼都做得到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沒辦法做一個 這麼小的這個微型的感測器 給大家使用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就大家自己一起來嘛 就剛剛提到的 這個引言的時候提到的說 我們就找了一些這些創客製造者來 那我們就是選開放的硬體 就大家在市面上可以找得到 開源軟體開放資料 那我們就是把所有東西就是全部都開放出來 那我覺得我們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學到一點就是開放很重要 因為開放是建立彼此之間的trust 因為開放所以大家願意加入 你會覺得說你並沒有藏一些絲的東西 你沒有作假 那你的程式是可驗證的 你的data是要給大家用的 所以你真是一個公益的project 所以開放的精神其實從我們 一開始推動這個project一直到現在 都一直持續下來 那我們找創客 那其實很特別 剛剛沒有講到的一點是說 我們找的這些創客 其實第一批加入的創客有一個特點 都是年輕的爸爸 為什麼 因為年輕的爸爸就是 剛剛有小baby的時候 那個baby只要哭一下 就想為什麼 就是又空氣不好啊什麼的 那只要有一點過敏傾向的話 這群爸爸他們其實超級熱血的 那我們找的這群創客 本身都是有一些理工科的背景 所以大家的能力 有的會寫程式 有的會做電路 大家彼此都有各自的專長 那大家就湊在一起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都是晚上11點以後 小孩睡了之後 在臉書上討論 然後一起去討論要怎麼做 然後一起去把整個架構弄出來 把程式寫出來 那我們強調就是參與 因為我們覺得 不只這幾十個爸爸 全台灣有那麼多的爸爸 他都有這個需求 我們把這些人給找出來 大家一起去參與 那因為環境議題 它很能打動人心 真的每個人都需要 每個人都是自己用身體在見證 所以看到現在的話 就會覺得 全台灣有幾千台的機器 它是一個很大的物聯網 好像 我們一開始就想要做這麼多 沒有 絕對沒有 我們一開始只是覺得說 能夠到幾百台 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也有人會看到說 這是一個公民科學議題 它怎樣去改變 然後促進這個公民 一起去討論 什麼的 我們一開始也沒想到這麼多 我們純粹就是 我們就是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把大家集合在一起 一起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就這樣子而已 那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當你把一千多個機器 放在台灣的地圖上的時候 按照這個時間 我們每十五分鐘 我們去抓一張圖片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紙報就從基隆開始慢慢往南跑 你就可以視覺化出來 那我記得這是2017年 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全台灣的圖 那時候一千多台機器 其實非常的震撼 因為這是 我們講埋害過境 講這個長城輸送大陸的埋害到台灣 可是我們從來不知道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以為說 看到新聞我就要躲在家裡一天 其實沒有啊 因為每個埋害過境 它影響時間是不等的嘛 所以你不需要因此而被關在家裡一天 那到底 那如果說埋害到台北的時候 那台中大概什麼時候會被影響 你能不能夠去預測一下 我們就開始去想說 有了這些實際的觀測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有很多 我們國中就學過的基本的數學物理 我們就可以拿來使用了嘛 到了台北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封數距離 你去換算一下就可以猜 時間多久 台中就應該拉警報了 很多東西就 idea就開始出來了 那我們做了這麼多 然後開始慢慢去布了很多這個感測器 剛剛跟許會長也提到說 其實我們在跟政府部門溝通的時候 我想那個 戴老師也是 這方面 資料的品質啊 這邊都溝通 花了很久的時間 但我們慢慢摸索一點 其實我很同意剛剛許會長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必須要去跟政府單位去做溝通 因為你不跟他溝通你永遠是在對立面 你無法解決問題 我們做了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最後要想要做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想要能夠改變環境 那我們就要去區別說 那我們這種微型車站空氣盒子 跟環保署車站它有什麼區別 環保署的它很準 它可以量很多東西 但是微型車站就是它非常便宜 它可以看到趨勢 那重點就是你要如何去用趨勢 把這個資訊用大數據的方式去講出來 然後去影響到政府的一些決策如何去實行 如果把兩個資訊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這一塊其實我們已經花了 應該有兩年以上的時間 跟政府在那裡慢慢的在融合融合融合當中 其實這條路已經越走越順了 我覺得我剛剛才跟許會長說 我覺得到今年底下一個空污季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不一樣的作為 因為大家跟幕後之後開始有默契 開始找到一條出爐出來了 那這整個計畫就是從一開始學術研究 然後跟網路社群在一起 那為什麼要跟網路社群在一起 因為在學術單位做研究 剛剛這個張老師說可能幾百 一百多個沒有學術研究的點 通常就是幾十個點而已 那如果說得到一個大的計畫幾百個點 就沒了 幾十個點的話呢 還有一個特色 這幾十個點都是你的學生 因為找不到走不出去啊 所以跟社群結合之後 你才可以真正走入民間 那把民間產業也帶進來 把政府機關也慢慢的帶進來 所以它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前瞻基礎建設的一個項目 在全台灣中小學部件 那在全世界也不只台灣在做 我覺得我們也要知道說 這是全世界的一個趨勢 那從亞洲、歐洲、美洲 那東南亞是特別的 也是非常嚴重 都有類似的計畫正在進行 那很幸運的是 台灣其實走在蠻前面的 其實我們跟這個戴老師的計畫 我們大概都是在同期 就不同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不認識 互相不認識 可是其實我們在做類似一樣的事情 那以全世界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的系統 大概已經到四十八個國家 有超過一萬個點了 那應該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一個 PM2.5的量測的一個系統 那未來的話它需要更多跨領域 我覺得今天來大家提到很多的觀點 就是很多需要人文的關懷 然後需要不同的領域來看這個問題 有不同的觀點 可以把它做得更有溫度 然後可以真正地去產生一些改變 那也要去想說到底哪些問題 真的是must have 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 就要有人去動的解決的問題 那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從這個產官學研民間 大家一起可以努力 一起共創共好的一個契機 那當然就是 大家都可以一起加入 讓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陳老師 我們這個平台其實是屬於大家的 那非常歡迎大家 現在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那其實我們也很希望 如果當中有一個point 你覺得很有趣的也可以分享 不一定是要問題 或是有些心得 那我們大概還有25分鐘的時間 是不是現場的朋友們 有一些想法想要跟三位講者 還有我們兩位年輕的同盟 夥伴交流一下意見 或是跟大家分享 喂 那個 我想問剛剛最後的那個講者 對 嗯 就是 好 就是您剛剛有提到說 跨領域的合作很重要 我個人對這個蠻有興趣的 我是想請你 呃 是不是能舉幾個例子 去談談 什麼領域跟什麼領域 做結合 會是現在很重要的趨勢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收集兩三個問題 或是想法 嗯 不曉得劉老師 劉志堅劉老師 好 OK 好的 好 是是 那待會就請您 謝謝 謝謝 我劉志堅 現在在環保聯盟 嗯 其實 說真的 我以前也在管監測站 在環保署 所以我們說真的喔 我們環保署76個監測站 其實它還有一些光化測站 還有一些工業區 現在也有多要求 特殊性工業區 要設不少的那個 毒性物質化學成分的測站 那我們當然也有所謂交通測站 但是很少 我們也有幾個工業測站 我說是環保署 那麼現在再加上 假設有 好幾千個空氣盒子 所以其實這樣的資訊 已經蠻多的 蠻多的 據我所一點了解是 我們的空氣盒子 它甚至五分鐘 甚至十五分鐘 看怎麼設定 就有一個數據 那麼這數據就傳到環保署 一個統合的一個監控中心 那麼 所以這數據就很多喔 那它也有一些整理 可能也有展現 也有用圖表 用一個圖 那圖還可以放大縮小 那其實要說 這個資訊也就蠻多的 所以真的是可以怎麼樣來利用 所以可能有不少一些朋友 包括社區 包括學生 包括學界 或是公司 包括工廠 他們應該都可以來了解 或是善用這些資訊 那對環保署來講 其實它一個有很大的目的 就是說要找污染源 哪個污染工廠 拖牌 突然排放了 那我們大家也都沒辦法去看到 它甚至晚上拖牌 但是我們的資料就會被顯示出來 那麼我想有很多這樣的拖牌 那所以應該全民來抓拖牌 就是說環保署它一樣 一個少數的人 那如果我們在各個社區 各個村落 其實都可以來善用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除了抓拖牌之外 另外當然我在想應該 學研方面 學術界應該可以做很多研究 那剛剛有提到 用各個社會 民間來參與 那麼這個參與其實就很有意義 就是說民間變成一個主導性的 把這些資料拿出來 抓拖牌或是抓一些污染源 有時候它沒有超過標準 但也有可能已經是臨界到一個標準 那麼這已經是常常發生 所以我們長期的分析下來 那個就是一個很危害健康的東西 有可能是這樣 工業區旁邊 我們也可以把那些資料好好分析 那這是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資訊盡量完全的公開 原始資料完全公開 那大家可以好好善用 那也不要經過環保署環保局整理 整理之後很多的具體的市政 一些有意義的現象就不見了 甚至就被消失掉了 有的說你這個空氣核子有問題 就刪掉了 這個也可能都有碰到 所以我想全民參與 那麼深入監督可能都很有必要 謝謝 一天想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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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還有一位朋友 謝謝老師 帶教授 帶教授 還有張子欣 還有陳 陳研究 對 還有許會長您好 我想要請教一個問題就是 請教許會長的部分 就是當初在防護講師培訓啊 那就是在培訓的培訓這些講師 您是如何去找到這些標的團體的 因為就是可能在招募過程中 可能會碰到一些主力這樣子 然後我想蠻好奇這個部分的 然後再請許會長您再幫我解答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今天先請 謝謝 謝謝 好 我講 我先回答剛剛第一位朋友 就是跨領域的部分 那 我覺得跨領域其實 最好玩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說要跨領域 你要做跨領域的東西 通常你就不是做跨領域 做跨領域的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要到處去講 譬如說我今天來這個地方 之後畫一個名片之後 回去喝個咖啡 那個跨領域就跑出來了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做了什麼跨領域 譬如說其實我們跟目前台灣的 我們講K12 國中小的老師 我們有很多的合作 我們在做創客教育 在做環境教育方面 我們有很多教材教案 那甚至如果各位去看那個小朋友的科展 從小學到高中的科展 最近兩三年從地方到全國科展 都有用空氣盒子當題目去做的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跨域 那如果比較學術方面的話 那我們最近跟這個國外的一位老師 他是做搖側影像的 那我們就聊天的時候 就聊到一個雄心壯志 他就問我說你們怎麼去 你們這個東西怎麼去非洲去做 去把空氣品質給弄出來 或者說你們台灣中央三萬沒有人 沒有人沒有機器怎麼去把它弄出來 那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可不可以把空氣盒子加環保署車站 加上搖側影像 把三個東西疊在一起 我去把它的那個基準石弄成一樣之後 三個東西就可以疊在一起 我們就做出來了 這也是一種跨域 那更不用說就是我們跟醫生朋友 就是最近其實很多疾病都說有些相關嗎 那就是怎樣把空氣盒放到他的家裡 放在他的室內戶外 然後甚至是他隨身帶著 我們去錄他一天的軌跡 然後去看看說是不是跟某些疾病 有真正有關係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都是聊一聊 反正就是大家交朋友 然後最後就蹦出來的idea 那剛剛第二位劉華老師提到的 就是現在的資訊量其實真的很大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台灣 說真的機器裝的夠多了 現在是這機器保存下來 能夠繼續不斷的 源源不絕產生data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data要拿來做什麼 那學研社群這時候要發揮他的功能 應該把這個data拿來好好的分析 那民間有很多不同的創意idea 其實民間自己就可以做了 這種這個不是只有學研才有主導權的 很多基礎的分析 民間社群就可以做了 那剛剛有提到資訊公開 還有說這資料的這個 有些東西可能被磨滅 其實我覺得這很有趣的一點是說 我們學的基本統計就是 當這個data如果有忽然的一個飄上來的話 我們就會說這叫outlier 可是我們在做空汙分析的時候 其實那個就是我們要看的event 所以有些時候汙染跟outlier其實 你很難去界定 但是這其實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很贊成剛剛劉老師提到的 其實這所有的原始資料 你必須要保存下來 但是你的原始資料是可以去label 你把你的label加上去 你有不同的解釋權 你可以把label加上去 這如何去label大家可以去討論 那我想這個目前實際上 我們政府目前在推大量的部件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其實強調就是每一筆data 當它被感測到之後 它就直接送到資料庫 它就完全開放 那之後大家就可以拿去做應用 你的outlier detection要怎麼做 要remove哪些data 每個人有每個不同的學派的解釋 可是所有東西都可被驗證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已經在正確路上 開始慢慢往下走 那未來應該會走得更好 我回應一下劉老師的問題 就是其實微型感測器的應用 我覺得我舉一個經驗好了 就是有一個民眾 他們剛好住在某個廠家旁邊 他就觀察到那個廠家鍋爐啟動的時候 微型 他之前沒有意識到 只是發現為什麼數據升高了 後來就東問西問東問西問 後來才發現 好像跟某家鍋爐啟動的時間很有關係 那其實微型感測器 當時在跟署裡面建議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是說它是一種哨兵的角色 那當哨兵發現有異常的時候 再來就是各地的重裝備就要進到附近 譬如說你發現那個廠家 他有一些異常 那監測車可能就要進駐到那邊 然後用標準的數據去監測 然後開始執法 因為我們監測車或是這些監測設備 它是貴重資源 它不可能街頭巷尾都放一台 所以我們如果善用這個資源 應該是善用物聯網去調度這些資源 讓它到適當的地方 發揮最大的效果 那就我個人所知 好像目前在桃園 他們用這個叫 可以請劉老師補充 他會更清楚 像他用這叫科技執法 還真的找到不少的 就是他在電線桿有裝微型感測器 然後還找到了幾家真的是有違法 偵測到他有違法 然後在機查人員 然後重裝備進去勘查 然後把這些神之以法 那它有這樣的應用 我可以回應第一個問題嗎 可以 因為是問陳老師的 我覺得這跨域的應用 我覺得應該科技跟人文的跨域是一個很好 第一個像習慣的改變 這個可能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領域 像我們觀念的帶動 因為大家不知道我近處有這些 PM2.5的污染源 其實我們很多觀念要改變 這行銷學的行銷領域應該也可以進場 然後這些數據如何影響到地方的治理 這個陳老師你們的領域了 所以我覺得他跨域的機會真的是很多 真的也是大家一起投入 然後讓整個社會能夠進展的更穩定 也更平順 那我回應講師 謝謝 對 剛剛提到說那個防護講師的培訓 我們找到標的其實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其實是工部門的力量 就是說他當時的圖醒者市長 圖市長他是工會背景出身 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各村裡的衛生人員 衛生局 衛生室 衛生所 他們的人員都要來參加培訓 這是第一個是工部門的部分 可是我在這邊私下跟大家報告 這個部分的效果不好 對 因為他們等於是礙於命令 所以必須要來上課 那他們也不太可能在上班時間 到我剛剛講的廟口 到民間的社團 到老人會去宣導 所以這部分雖然有進行 可是效果並沒有那麼的彰顯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們是從自身所起 因為其實荒野它在全省各地都有分會 然後我們有培訓解說員 所以我們先麻煩就是外界的 剛剛講的葉光頭醫師 錢正文醫師 然後再次社區療法人協會 先幫我們自己培訓 我們培訓之後 然後我們用一招很土 可是我覺得反而有效的方式 我們就是厚著臉皮 去跟你說 你只要可以找到十個人 二十個人 我可以去幫你講 這個很重要 這對我們小朋友很重要 對我們所有的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我們去哪裡講 我們去廟口講 去跟廟公講 說你當時要有什麼工作 我們就可以去講 這個我覺得反而有效 然後去學校 我們大概都會有一些入校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是入校跟這些校戶講 我覺得這個效果也很好 因為畢竟有誠意 有權益要來推動空屋的校戶不少 然後我覺得這個成效是好的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其實我覺得怎麼去找到 講師的標的的話 我覺得就三個字 厚著臉皮 試著你覺得有關的人員 你都去跟他說 你都去跟他說 通常都會有效 這樣子 謝謝 我們還有一輪 好 那 哇 非常猶豫 看起來有四個 謝謝 大教授我想請問一下 一般我們對PM2.5的量化 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那請問您剛說的一支箱 它的PM是多少 那有多少支箱了之後 就是那個是會達到PM2.5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今天的分享 我的問題比較跟剛才 老師提問的關於資訊公開有關 就是這十幾二十年來各國 我想立法或修法的方向都是要朝向 就是這樣 資訊要公開 然後要透明化 然後要有這 public access 要有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要執行權 這樣 那我想 在這立法的過程當中 這一個 assumption 就是這些資訊公開之後 民眾或是一些環團 可以有效地利用這些被公開的資訊 但有的時候就是 這些預言史資料被公開之後 我們要怎麼把它人形化 要怎麼把它interpret到一個 就是一般民眾可以理解的地步 讓當初這個立法的目的 就是讓環團 讓一般的民眾就可以理解 當地污染情況的這個立法的目的 可以整整達成 謝謝 就是我其實以前參加過非常多 反恐怖團體的記者會 然後我參加這些記者會的時候 就是我其實在現場都有一些困惑 就是台灣的爸爸都去哪裡了 因為出來參加記者會 拿著麥克風講話 可能很多人都是女性 他的那個起手是就是說 我是一個媽媽 然後我有小孩 我的小孩通常都過敏氣喘 所以我關心這個議題 包包包包 然後繼續講下去 那我也知道很多 反恐怖的團體其實有非常多 有很多女性參加 就是不管是 我剛剛看到許會長分享的照片裡面 有非常多都是 看起來是媽媽的身影 那我知道 比如說台中的主婦聯盟 然後或者是 反恐怖團體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婆婆媽媽健康行腳團 他們都是以媽媽的名義參加 我以前都在想說 到底爸爸都去哪裡 但今天陳老師給我一個答案 年輕的爸爸都在家裡面 寫空氣盒子的code 所以我就 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自己怎麼看這個現象 那會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嗎 或是比如說寫code的有媽媽在寫嗎 那爸爸在寫code的時候 媽媽都在做什麼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專職律師林尚毅 首先要謝謝今天五位講這個精彩的分享 讓我學習到很多這樣子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就是不知道五位在從事反恐怖的活動當中 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那後來是怎麼樣解決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專家跟先進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由下往上然後全民運動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我想問的是有關能源的問題 像我們知道說現在台灣在很荊棘地在推動能源轉型 要增加綠能這樣才可以有效的來取代這個所謂 能源就是電力是我們最大PM2.5來源之一 那你們怎麼樣看待未來要如何讓這個能源轉型 綠能增加繼續維持要怎麼樣子 你們會不會改黨換政策之後 你還會不會有朝這個方向去走 這樣子類似這樣的問題 謝謝 好影片再秀出來一下嗎 我舉個例子 好 那一個 其實我認為用透過科普的方式 直接示範給民眾看 是一個很直接有效的效果 那你剛才問我說點香 那個我先講一下 我是倡議那個掃香 不是滅香這個要講清楚 這個議題很嚴肅 掃香就一滷一香 那你如果說像這個空間以我個判斷 你點一柱香在這裡 大概讓香燒完 大概這裡有四五百 一柱香 阿文也 好 再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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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面 抱歉 再往上 有一個我們拿著箱子 跟一下 還 不是 還是 就拿著箱子 有一個行動感 這裡 這裡 像這個我們就是做實驗給大家看 那個塑膠箱子 我們就是點 點各種東西給大家看 那如果像這種 你如果 箱點進去 它大概三秒鐘 數值大概都四五百以上 所以它升得很快 那民眾看到這樣的數據 其實他自己也都會嚇一跳 當然啦 嚇一跳歸嚇一跳 這個就像說 家裡有體重 其實不見得大家體重都減得下來一樣 這個就是人文可以做的 我們都有體重計 但是我們體重還是那麼重 我們都有微型感測器 我們都看到說空氣這麼不好 甚至家內空氣就這麼不好 叫你改變這個改變那個 大家都改不變 不想改變 我倒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議題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回應為什麼媽媽 因為這個問題我也問過 很多人問過 那其實媽媽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改變社會的力量 這是真的 不是像我們戴安全帽 好像我也是記得是一個媽媽長年推動的 那普利這些媽媽她也是持之以恆 她們很細心很有毅力的 包括我參與 我是被她們推動的 因為媽媽都很會講話 媽媽都說大老師有你爭討 聽到這句話你可以不努力嗎 因為她每天在家管教小孩 很會管教小孩 大的小都很會管教 所以媽媽是社會實踐很重要的力量 然後後來有一個人跟我講話 其實有一個理論大家可以去參考 叫女性生態主義 女性生態主義 全球很多生態的運動 其實都是女性在推動的 那個好像有很多論述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我現在先回應到這裡 謝謝 謝謝大王 好 那個 我也講一下燒香的事情 我們家也是很傳統的拜拜 然後以前我們老家 那個天花板都是黃色的 那後來我把我爸接到新家之後 然後我就跟神明溝通 我們家就變成只有初一十五 我就說初一十五 我就只燒一株香 然後如果不小心忘記就算了 就 後來都不小心忘記 可是我們就是都改成用花 我們初一十五都會準備鮮花 那就是一樣是表示那個誠意 所以我爸爸他雖然是很虔誠 但是他覺得就 就依我了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香有一個 我覺得P2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是現在的香 很多其實化學成分 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那那個其實大家更要注意的問題 那剛剛講的資訊 資料有那麼多 然後怎樣讓民眾可以理解 那我覺得我們 其實我們空氣的計畫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 我們就有考慮到這一塊 就是你如果把那個 raw data 給民眾 民眾看了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有些民眾可能還會用Excel 有些可能完全就拿的是沒有用的 所以資訊的提供者 其實你要同時要想的是 你要怎麼幫民眾 一般民眾可以很快速的 我們就講說你只有十秒鐘 在電梯跟一個大老闆相遇 怎麼讓十秒鐘可以說服他 一樣的道理 你的資訊一秀出來 就讓他能夠聽得懂 那所以資料視覺化很重要 包含我剛剛秀的那個 那個visualization 其實那個我們就花了很大的 effort 去把它給視覺化 那後來他還有更進一步的方式 包含風向啊 風向風速的資訊 都可以疊加上去 那資料視覺化讓資料 自己站出來就會說話了 那這樣才能跟民眾溝通 那個東西才會比較容易理解 那我同意剛剛戴老師說的 那個媽媽是很重要的力量 那爸爸通常是比較沉默的 默默的在做事情 我們都是半夜做事 那我那時候寫code 後來還寫了說明文件照相 就把東西放我們家地板上照完相 那是等到後來空氣盒子 我太太看到報導之後 才說那好像是我們家的地板 對所以 但是男性的參與 其實我們這個社群 我們在幾次空屋活動當中也都有進去 我們甚至在裡頭做直播 我們沒有下去走 我們在旁邊在做直播 在教大家做空氣盒子 所以我們也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參與 那反空屋遇到的問題的話我想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一群大概都是由下而上在推動 那我們由下而上在推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不是科班出來的 所以我們講話語言 不是傳統的環境的人講話的語言 所以我們在很多事情的陳述上的時候 會跟目前的這些環保署 或這些空屋治理的這些全責單位 他們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溝通上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衝突 這個衝突是一定會發生 就是跨領域一定會發生的 這就是需要時間去磨合 然後讓大家慢慢找到自己的語言出來 可以了解對方的語言 那我覺得這個說 如果說我遇到困難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衝突是讓我覺得有點挫折的 可是後來其實你換一個角度想 你會覺得這是一定會有的過程 你去享受這個過程 因為你會慢慢去adapt你自己 你去了解新的語言 然後知道他在想什麼 然後用他的方式去溝通 那就會有效率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是蠻有趣的一個過程 那至於能源轉型 我覺得這個就 我覺得這是一定會走的路 因為我自己前陣子就一樣用資料視覺化 我就把台灣的用電跟國外的 因為國外用電也是都是視覺化出版 我就去看綠電筆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太太說 我就把那個我們用電 用那個圓圈圈圖把它畫出來 二十四小時畫出來 然後再生能源就畫中間 然後就跟我太太說 你知道哪一個圈代表台灣的再生能源嗎 我太太就看了老半天看不出來 我說最中間那個快要不見的那個東西 就是再生能源 然後我太太 然後再給他秀一個國外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秀的是歐洲的 好像西班牙的 好大一圈 我就說 我那時候就直接跟我太太講 你看我們台灣其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因為別人做得到我們也做得到 那我覺得那個是未來的一個我們長遠的目標 但是中間的過程一樣 會有很多挫折 但是大家要享受那個過程 因為都是一定這樣過來的 OK 剛剛提到說遇到哪些 就是最常聽到的挑戰 其實就會是這句話就是說 你們這些話去跟官員說 不要跟我們說 不要來跟我們宣導 那其實我都會用一個實際例子來說服他們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印象 就是國光石化之前要設廠的問題 就是白海豚會轉彎的那件事情 大家有印象嗎 對 為什麼後來國光石化沒有設廠成功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的是由下而上 讓政府官員聽到聲音 然後成功策案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所以每次想到這個我就會覺得 哇 信心十足 就覺得真的我們的努力方向是對的 我們就應該往前走 我們相信公民其實有力量來說服政府 來影響政府的政策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堅定 所以才會有後來 我們繼續再推能源 不敢說推能源轉型 而是讓更多人知道 綠能 太陽能 或者是水力發電的部分 其實是台灣很有力的一個 再生能源的一個發電的一個機會 尤其是太陽能光電 那所以秉持著剛剛那樣子的信心 我也會繼續來推能源轉型 跟人家講 其實太陽能光電在台灣是可行的 而且可以替代很多很多的 這些石化燃料的部分 然後可以降低空污的污染 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最後再補充一下 因為最後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台灣能源政策 那我們在這一本書當中 也花了可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篇幅 在談如何讓能源政策有一致性 那我相信最後一位朋友的感想 跟大部分朋友的想法 可能很接近 就是說能源政策很麻煩一點 就一直會變動 那其實我們確實是在1998年的時候 做了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 那是我們能源政策的第一次比較大的變動 之前能源是為了經濟 能源是成熟於經濟之下 所以是為經濟穩定要便宜 然後穩定好取得 那1998年之後開始一個很大的改變 是因為97年有經濟運輸的 就是說出現 那所以98年我們就說 我們的能源要獨立出來 變成是一個 不再臣服於那個經濟之下 能源是很重要的一個目的是環保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後 就開始我們要減碳 然後有各式各樣政府的政策開始推出 訂定目標 那我們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開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 所以我們其實這20年來開了四次 那政府其實也做蠻多事情的 那開了能源會議 然後訂定各式各樣的能源綱領 還有很多的法案 不過說實在 這些綱領跟法案 還有全國能源會議 可以說是每換一個總統就變動 就08年變動 2000年變動 然後08年變動 然後16年也變動 那所以就成都最後一位朋友講的 就是說很難去長期 然後一致性的 怎麼樣去讓我們的能源 政策開始給一個願景 我們在書裡面 大概簡單講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覺得靠政府是不行的 就是靠政府是每三年 每五年 甚至每兩年 就會有新的綱領 新的政策 他們做了很多忠誠的政策決定 這些規定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 那大家都知道換一個總統就不會follow OK 就是換下一個政府不會follow 更何況是公民更不會follow 那我們發現最重要的還是由下而上 那剛好這幾年 可能最重要的也是一空污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願意站出來 去爭我們要呼吸的這一個 越來越多人要追求說 我們要乾淨的能源 然後要乾淨的空氣 那這個力量其實真的就是新火燎原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這一本書呢 後來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能源這次很大的一個變來變去 最重要的是有關核能 那核能 不同政府的主張差異很多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大家可以共識就是 是在空物的部分 那現在有那麼多的朋友們公民由下而上的關心關注 所以我們這本書後來發現說 能源最重要還是因為每個人都會用 然後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呼吸的空氣 那我們這一本書就花了八個故事 所以主要的重要的篇幅就是在由下而上 大家等不及了 我們必要政府再做一些 就是說規定 綱領 文件 法律 我們需要由下而上做更多的事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下而上很願意做 而且很有熱忱做 那我們這一次的書 這八個故事就是有企業的 然後當然 其實地方政府我們有兩個chapter 就在講地方政府 新北市政府也非常的 在他們有限的範圍也做了不少事情 所以由下而上是很多人很願意做 而且做得很好 就像今天的空氣的盒子 然後兩位老師還有許會長 媽媽們一起參與 所以最後我想講的結論就是 長期是靠我們 長期是靠我們有下而上 長期是靠我們主動去參與運動 不放棄爸爸 OK 那當然更不放棄公公阿嬤 OK 那我就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 今天的活動就到這個地方為止 那我們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也謝謝三位來賓 還有我們兩個年輕的研究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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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